觀眾朋友拿起你的相機拍下來 這是地中海料理拔得頭籌 老師今天要教的是水潑蛋 貝殼麵優格沙拉 它的做法你看 製作人學這麼多 你拿起相機拍下來 有空要細細的來看好了 其實這道菜裡面 它就是很簡單 把你喜歡吃的水果 然後譬如說我們會煮一些 小朋友喜歡吃的一些 貝殼狀的義大利麵 然後我們把它做成一道沙拉 配成沙拉 我們最常會配什麼 水煮蛋 對 其實在國外吃沙拉 它是配水波蛋會比較好吃的 把那個蛋黃弄破 跟它一起沾 不會煮 其實你教大家一個訣竅 讓你的水波蛋一煮就會很成功 就是你的水波蛋要先泡澡 水波蛋先泡澡 對 先泡澡 我們要準備一鍋熱水 那水滾了之後 我們就先把它 讓它維持 滾了之後 把火關掉 然後我們倒一點醋下去 泡熱水澡 對 泡一點醋下去 然後這個時候水就不用擬它囉 然後這個時候我們就拿出雞蛋 那雞蛋最重要的是 我們先拿一個碗 先倒一點水到這個碗裡面 倒進去之後呢 我們再把雞蛋倒 打進去 原來如此 對 這個原理其實就是 不要讓雞蛋直接接觸到熱水 蛋直接下去一下子就凝固了 所以你要先放到一小碗水裡面 放好之後 然後連這一碗水 連碗一起放到水裡面 然後慢慢地把 蛋放進去 這樣你的蛋在凝固呢 它就會非常的完美 太清楚了 對 然後這個時候 你就慢慢地旋轉 旋轉下去的時候 其他的蛋白 它就會在旁邊開始凝固 這個時候你的水波蛋 差不多大約五分鐘之後 它就會變得非常的漂亮定型 它的沙拉 我們要準備是 預煮好的貝殼麵 對 其實貝殼麵 鼻管麵都可以 就是小朋友喜歡吃的義大利麵 而且比較長條狀 因為長條狀做沙拉 夾起來 它不好入口 也比較不好吃 也適合長輩吃的 對 適合長輩吃 小朋友都很喜歡 然後我們就放一點優格 優格來了 對 就像我們之前 可以補充一點鈣質 保證我們的膝蓋 我們脊椎好一點 然後再放一點花花綠綠的 這些補充營養的小番茄啦 黑橄欖啦 黑橄欖啦 我的地中海飲食 差不多已經吃了快二十年了 對 然後放點毛豆 補充一點豆類的蛋白質 所以你記憶力一定特好 還可以啦 還可以 然後蘋果 蘋果丁 然後再把它拌一拌 對 拌一拌 拌好之後呢 我們還可以再加點藜麥啦 或是我們剛剛教的堅果 其實都是可以的 再放點藜麥 藜麥 把它撒上去 所以真的很多 貝殼麵 蘋果丁 紅黃色小番茄 毛豆仁 紅藜麥 希臘優格 橄欖油 海鹽 黑胡椒跟蜂蜜 我看你撈起來了耶 對 而且其實你在煮水波蛋的時候 也很紓壓 對 好漂亮喔 像這樣 所以你要讓它先泡個水之後 然後拿一個有肉勺的 把它撈起來 這樣我們的水波蛋就完成了 喔 像這樣 就煮得非常的完美 所以記得要這樣 一定要的啊 然後我們就可以把它放在 我們的沙拉上面 你想想看你在吃這個料理的時候 這一道沙拉你把水波蛋拌開 打開那一沙拉 像就像這樣 蛋黃流出來的時候 哇 好營養啊 拌著沙拉吃 非常的營養 我是光文英 請到聚焦2.0 YouTube 頻道 進行訂閱 同時到聚焦2.0 FB 點贊